你知道1909年的北京什么样吗 这段由美国摄影师拍摄的 1909年北京城的有声视频 带大家看看1909年的北京城 听一听一百多年前的古人的声音 视频中的两个外国人在广场上逗着望子 远处望去并没有太多的高楼大厦 那时的我们没有太多的机器 搬运全靠人力 这是大户人家出殡的场景 出殡队伍中孝子贤僧披麻袋小 缓缓走过 大街上的行人没有过多的驻足观看 好像对这种场面司空见惯 这时可以看到有位乞丐穿梭在出殡队伍中 他走在队伍中似乎在等着什么 这是北京城的早市摊 没有整齐的房子 露天之下摆十张桌子摆放的整整齐齐 有炸油条的麦豆豉的 刚打开笼子的包子热气腾腾 虽然装备简单 但让我们看到一个热闹的场面 下面是北京城赶大会 可能城里的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就赶会 我小时候农村过了年前后 机市上都会搭起戏台 听戏吃东西 那时候是最大的满足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时候的会 也是热闹非凡 毕竟对于普通人来说 一年又能听几次戏呢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琉璃场了 这里是无数名人雅士来过的地方 也是无数国宝的集散地 为啥叫琉璃场 因为这里原先就是烧琉璃瓦的地方 原是郊区 到了明朝属于城里便不能烧瓦 只是名字保留了下 后来这里摆满了各种字画古玩摊 成为了一条著名的文化界 视频中的人在摊位前来回溜达 他们一定是来捡宝的 那时候基本没什么艳品 无论买家还是卖家 都特别重视幸运 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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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牛里 re 感谢观看